汽车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我是柯P 這是這一個月的公益車 Premio G版2.0 2001年的 我們去台南收上來的 台南的鄉親很熱情 帶我們去吃吃喝喝 再回來的 他們還拍了混雜照 你還記得嗎 還拍混雜照 所以這台車我們去做公益 有幸買到 搞不然你就留了 有老婆了 但是這台車就是 做愛心之後 才認識他老婆 才有這樣 後續 我們也是做愛心 到時候可以再續千元 黃仙坎就是一些戰損 他已經算很漂亮 可是時間久了還是會 再往旁邊走 這邊一點點 膠條這邊也有一點點 內裝其實還算可以 就是正常使用的 其實這個門板都還蠻漂亮 只有椅子 椅子就是有做 有一些調了 就是有點白白的 這個是 他全部保養的資料在我手上 他只有換了一片的椅子板 錢包桿 還不錯 可能之前有碰撞 他就烤漆了 所以是還好的 兩個擋力板 這邊有點鬥雞 他老婆 去A到的 是不是故意的我就不知道 他自己還要講老婆 我就不知道 反正你是有一點貓進去 你跟我想的是一樣 整體來講還算不錯 他的置物空間很大 好 這個當時的話 算中大型的房車了 一樣 這邊就是有一點 上下車的摩擦 其實那門都很漂亮 20萬8千 我記得冷氣超冷的 螢幕好像壞掉了 如果你需要的話 再協助 後面再看一下 椅子就是有做的 那種摩擦的痕跡而已 好 這項超級大的 今天太熱了 不然我就盛舉舉 這兩個是我的 因為我有試開 我去買這個 這是我們要用的 好 這是原本的燈泡 我們這一台我們有去改了 我們就改了 LED的 煉車煉過了 對 光型煉過了 你改回來是可以 燈泡裝上去去 煉車煉回來就好了 但是就不能再換成LED了 對 就不能拖換了 好 這個是有認證的 我們去看一下引擎吧 印象就是乾乾的啦 就像我講的 引擎都露在後面看不到 後面對啊 上面看過去是乾淨 對 都是乾淨的 是乾淨的 對 都是乾淨的 阿 這裡 看得到 沒有 你看得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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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咧 這裡是淨的 這裡是淨的 上面沒有從下面下來的 那就只有油底殼 好像也沒有在中間 那應該就是 油風而已 油底殼也有 稍微淡淡 轉動手是好的 POWER也稍微淡淡 後面 喔 後面 搭搭搭搭 後面就沒有什麼 後面之後會漏油 只剩下避震器啦 撇器看起來是乾的 好 這邊也是一樣 好 阿 下面看輪胎也好了 1423 所以是23年了 可是那邊看起來比較舊了 還是這個有換過 我想起來 他說當時有破了一個 他有換一個新的 好 阿 這樣 對吧 1922 阿 這邊呢 2249 阿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只換一個輪子 所以放後面 你知道為什麼 這邊是舊的 那邊是新的 胎紋不一樣 有時候會慢 會被拉扯 所以一般都是換兩顆一樣的 阿 那個就放後面 滾就沒什麼 後面只是拖的走而已 上面都好了 下面 下面就是這裡 這邊應該是曲軸的 油翁 這個殼子 裡面 就是前驅軸油翁 跟 凸輪軸油翁 這個就要拆起來看 阿 只是要先看 阿 到底是 有沒有做 換過正式皮帶 因為 這個就要都打出來 重溫過 阿 也有可能 以為是這邊漏 所以去拆這個 但是你看這個 塑膠殼就知道了 最下面是濕的 其他都乾的阿 阿 就 拋阿 濕濕的 那這邊呢 看起來有沒有 你看 前驅軸油翁 這油絲阿 但是還沒有到油株這樣子 那這邊就比較嚴重 這一邊如果照這樣判斷起來有沒有 看起來是油底殼墊片 拿螺絲先來鎖一下 因為它那個墊片呢 通常都不會緊 所以我們要先試一下 注意看 很鬆 都鬆的 它這個墊片跟原廠的墊片又不太一樣 所以才會漏成這樣子 因為 看其他上面其實都沒有這麼嚴重 可能是副廠的墊片 先來看煞車 煞車非常厚 跟新的一樣 沒有間隙 換後面 它煞車比都換新的耶 這個就是要看它的連桿 也沒間隙 換邊 底盤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硬 這個都OK 非常好 避震器的部分 非常好 比較不好的是 正式比賽 頭比較大 要看肉油是哪裡 我要先確定 那個一定是要猜正式比賽 我剛剛我去翻資料 剛剛看到是八萬爐的時候 沒有換過正式比賽 正式比賽 只是說這次反正就要拆了 可能順勢看 好這次要處理 可能就肉油這邊 其他的我記得開起來好像 比較特別的意義嘛 反正就是一樣備料 處理了 你按鈕一下 按那個 七彩的 有沒有看到 紅色 黃色 黃色 綠色 藍色 紫色 白色 紅色 七彩泥桶根 最高規的 剛剛忘記講 這個是有汽檔的喔 嗯 要修 又是普雷米 原廠的電 優力殼電片 氣門式電片 氣門式電片 都原廠的 這火星塞點圈 正式皮帶 墮輪 這個是 這個是調整墮輪 這個是固定墮輪 這個是固定墮輪 水棒布 好大顆啊 就先檢查火星塞吧 唉唷水喔 不用換 漂亮的 只有一點點 差黑色的好不好 就表示他有換過 然後這個間隙啊 你看 也是很正常 所以就不用換了 啊這個 魚都乾了 這個就要拔四根了 火星塞可以拔一根 喔乾了 四根都乾了 都不用換 太棒了 感謝一名 還有照顧車 非常好 非常優秀 好了 那再來就是採皮帶 有了 有了 發電機拿出來而已 好 感覺不會掉了 位置有多小的 我怎麼那麼小 要開引擎腳 要釣引擎啊 引擎要釣起來 才有辦法 它這裡還有膠 對啊 難怪剛 拔起來 很硬喔 我想說奇怪 應該沒有螺絲啦 然後這邊卡住 所以引擎腳下來之後 才可以拿出來 這一條也好好的 等一下就可以來拍了 哇這油都泡爛了 油就在這邊漏了 有沒有看到 裡面 正下方 有沒有 這邊的油是新鮮的 所以油就是前驅者的 放漏出來 水棒谷在這啊 這一顆就是水棒谷 可是還是要拆下來才看不到 來我跟你講 這個顏色分這個顏色不一樣對不對 它有換過這一顆 我們是叫整組的 它是叫半組的 所以這一顆是有換過 看起來顏色就差很多 這一顆裡面是亮的 正常來講 因為我這叫總層 應該是一層 我總層是一層 而且它這邊有打過膠 嗯 我大部分都是叫整顆的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膠 這個都爛掉了 這個旁邊的都爛了 所以這個應該不用換吧 這個如果要換要叫整個 這個到時候也要洗一洗 裡面都是油膩的 然後沒有暈掉應該還好 對啊 這個氣球棒主要換 不打掉 所以就是只是油噴出來 所以只是它這邊 前驅蟲沒有換 該死 它前驅蟲不換 氣死我了 猜吧猜吧 該猜的還是猜啦 但是正時皮帶 看起來狀況鳥鳥的 還是把它換掉 那個比較危險 猜一行九號 這隻很難用 可以了吧 有沒有這個膠條 原本都沒有膠條 它全部都用打膠的啊 難怪裡面都一堆膠啊 現在還要對證實 這樣怎麼都 這樣怎麼都 你來這裡看 這一顆看起來就是晃過的 愛信 我看得到 但一鏡頭應該看不到 對 你就放進去拍就好了 對 你就放進去拍就好了 放進去拍啊 你手機放進去喔 就是這個 愛信 對 我們就不用換了 水浪浮不用換 對啊 也沒有漏水啊 你這樣就可以看到 出人的有沒有漏油 因為有漏它就會 從上面流下來 這個嗎 但是都乾的 其實把這邊都洗一洗 這個成年的污垢 再塞一次火丁栽 再塞一次火丁栽 這樣就只聞了有沒有 確認了好幾次 實在是很窄 好了 填好了 好吧 我們就把螺絲打起來 這聲音在放掉 這顆就是調整過的 這一顆啊 對 因為它有丁栽 丁栽在這 丁栽在水浪浮 然後調整很多輪 然後很多人放鬆 壓下去皮帶就鬆了 哇 哇 這個鎖太緊了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照這個記號 先點 然後舵輪也都把它換掉 給水浪浮到時候退掉 喔 一樣 好 小心 走吧 為什麼舵輪也要有情況 只有磨損 怕它到時候會有異音啊 啊 因為你正式皮帶都換了 正式皮帶的基本上組合 那是舵輪跟皮帶這樣換 剩下 這個就是調整舵輪 我們這一顆新的 這也是膠喔 對啊 所以我才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都是膠 正常不應該有膠啊 一樣的 然後就把它拿過來 放回去 把長縫掛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放鬆它就可以這樣調整 下面還有一個固定落輪 一樣把它拆鬆就可以拿出來 就是這樣有沒有 一模一樣 回去鎖緊 好 好啦 我們要來拆前驅走油功 這個齒輪拿出來 前驅走油功就短了 那我們剛剛有洗嘛對不對 你看下面都是油 有沒有 這裡都還是油 它就是從這邊露出來 從下面露了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油功換掉就好了 這個很好尻 有漏油是不是很好尻 好 還有一圈啊 它是這樣 因為我剛剛挖這邊 這樣子挖它就跑出來 對一下 它也不一樣 它裡面也有紋路有沒有 紋路的角度也要對 它有箭筒 不一樣邊有沒有 裝進去的肉有 從之前先抹一下油 先把表面還是要清乾淨 這個步驟還是不能閃 好啦 這樣就對好了 調整鍋爐放掉 把它叮一下 然後這樣子之後再來對一次 都對到了 有沒有 這樣就都對好了 那我們就好把驅走螺子裝下去 轉一轉 看有沒有問題 所以先等一下拆起來抹一抹 後面都是膠 因為這個膠條爛掉了 那我們這個就不要用 也不要打膠了 就直接這樣蓋 直接鎖可以喔 直接鎖啊 直接鎖就好了 沒問題 基本上正常是不會有什麼東西會掉進去的 你看蓋起來 正常是都不會影響 你說有什麼東西掉進去 很難吧 鎖緊的就這樣 有沒有 就是有一點點小縫 一點點縫 對 這裡是哪一個人設計這種 鎖緊的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很難鎖 真的很難鎖 對啊 喔 好軟 喔 鎖緊 這台是不是特別難搞 好像還有一台 還有嗎 可不可以不要再買 我們拍過一台就好了 中部的就叫他看影片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在裝空間角 裝完休息一下 空那三顆螺絲我就掛了 再來把這個裝回去 可以來裝發電機 裝皮帶 緊了 下一個 要是不是都進了 打鎖緊 有沒有缺口對到零 嗯 有沒有看到 好啦 我們先來發一下吧 發完我們就來肉便素香油了 不是要等它有冷掉才能卸油 我們現在已經冷了 我們已經等了一個下午了 水 順的 沒有了 是不是 冷了 不會贏嘛 我們又要來玩這個了 先洗乾淨 但我們等一下才不會有髒東西掉進去 巧克力色 已經不是鮮濃色了 變成暗濃色了 這個每一顆螺絲都裝的有沒有 非常的輕鬆 裡面這麼髒喔 這個就是綠網 這個太髒了啦 這綠網是鐵的耶 這個從原廠都現在沒換過 這個會換掉還是要洗 應該直接換掉吧 非常骯髒的磁鐵 恢復它原本的樣子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差很多 放一圈喔 因為磁鐵上面的洗不掉 不用擦了 我們把它洗乾淨 看它原本應該是這樣子的 這輪色差好多喔 對啊 我以為它是灰色的 這樣看起來很舒服吧 緊嚇嚇 再來就是要把上面這些髒東西弄掉 好啦 這樣擦完了 再來檢查一下 為什麼要清這麼乾淨 不是啊 我們沒有要打焦耶 不管是不是要打焦 都要把它清乾淨 現在要來檢查牙 最重要的是要把它吸一點先吸回去 一顆給它吸這邊 一顆給它吸到裡面 現在呢 要看裡面的牙才是重的 裡面的牙如果受傷 就死定 我們就要換整個殼 總被我們洗得那麼乾淨 喔 水 裡面好的 有沒有 好了 就是等明天了 就等它滴乾了 我會一直放一碗給它滴 上百種的個性化安全帶 來找想玩車就對了 水網來了 滴到都乾了 你看 濾網 喔 新的 新的 新的濾網給它 這邊拔下來有這個東西 這裡啊 有沒有 現成黑色的啊 新的是長這樣子啊 對 有沒有 對 來 餐一下 你來 一下油�西用 這台是真的有在顧 每個空間都這麼小 空間非常的小 接下來就是把水加回去 水香精加回去 沒有肉 這樣就可以加水香精了 變速箱的要排檔 20秒 好 先來量油 剛好過來就是這裡上線 現在要量變速箱油要給它熱 到時候看一下下面會不會漏油 基本上會漏油 你現在就會漏油 因為我們都洗乾淨了 所以有沒有滲出來就會很明顯 蠻乾的 下護盤就裝一裝囉 這個是冷車 這是熱車 你看落差多大 這個冷的 冷車 熱車 有沒有 落差是很大的 我們現在要熱不熱的 所以已經到這了 有沒有 所以等熱車就會到上面 好啊 這台就這樣子了 感恩 OK 謝謝 拜拜 本來以為好了 要開早了 結果現在發生這件事情 還是沒有好 電瓶燈亮了 我一上車它就壞了 所以現在要來 現在要來開發電 新的在這 新的新的 就是電池的電 好,接下來就是等時間 因為現在發電機的品質真的更一間 大牛 這個發電機很特別的 它有附一張測試的表 這個參考也不一定做理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這個車是很像派這台車 很深就很棒了 它有在顧的 又LED了 那電位這邊是真好亮 月安的地方你原料 關機肉關機肉 這次是什麼 這次是大家最喜歡的貓貓 我之前有看過夜市很像貓 直接放在上面 一開始看我以為是蔡康永放在那裡 OK啦,人氣很強了 算涼啦 它還AUTO對不對 自動投燈 它這個是器材的 你剛才拍過 我拍過 這沒什麼問題啊 我相信你來試開看看 唯一我覺得這台車的缺點 可能是電機比較軟一點而已 其他都不覺得還OK 這台有電速嗎? 沒有,真的是沒有 我們今天 你看 今天在哪裡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來看後面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貓 新屋貓社義工團 我剛剛看了一下 貓好多喔 對啊,很多欸 這邊貓超多的 你可以進去嗎 我可以啊 但是狗會 貓會怕 進來咧 你們平常的工作是 就是其實我們一大早來的時候 我們會先清理他們的環境 幫他們更換食水盆 然後還要觀察他們吃的狀況 還有他們排泄的狀況 因為其實我們不只有客廳區 這邊的範圍 其實我們還有裡面的隔離區啊 還有樓下的地下室 都有貓 對 所以這樣大概 全部加起來大概有多少 這邊的話 目前可能大概有 你不用時之應該是有 這邊是平常都可以進來 還是說你們這邊是有六日才可以開放 我們是只有六日才開放參觀 對,那如果說平日 你可能只有平日有時間的話 那可能就要在我跟 就是線上跟我們的義工預約 平日的義工其實是比較少的 對,所以要提前預約 那我們比較好就是可以幫您介紹 我們其他時候 不只是要清理他們的毛煞 那有時候可能他們狀況不太好的話 就會需要帶他們去醫院啊 對啊,或是幫他們餵養這樣子 主要是貓的來源是 最主要的來源是收容所 對,我們會去收容所救援 可能比如說他的狀況比較差的貓 或是說他可能在收容所真的待太久了 那我們就會在評估過後 我們就會把他就是接出來 把他的狀況照顧到好 我們才會開始開放送養 當然也有就是有時候 一些民眾的請我們去救援 再來就是說 怎麼營養 我們營養游程其實很簡單 就是您來到現場之後 就是先來這邊參觀 會有義工先跟您做一些初步的問卷 參觀的過程中 那如果您有看到您可能想要領養的貓咪 回家考慮 確定之後 在我們的觀欄上面回覆 因為你們貓四五十隻 所以你們不管是飼料或罐頭 是不是都蠻驚人的 對,真的很驚人 非常的驚人 其實他們不是盈利的單位 所以蠻需要大家 說有利出利有錢出錢 不一定說一定要出錢 可以在這邊當子工 清潔打掃的志工啊 然後還有醫療組的志工 那其實我們還有中途跟奶媽 我們救援到比較小隻的貓 那他可能真的需要二十四歲 都需要人照顧的話 對,我們就會請奶媽幫我們照顧 那還有就是車手會需要幫忙我們 把貓載到奶媽家或中途家這樣 我們還有一個清潤義工 我不是所有的貓都是 像現在目前 看起來這麼的乖這麼的和諧 有些貓他可能就是比較謹慎 或是他比較兇 對,那這個就非常需要我們的清潤義工 可能用一些肉泥啊 或是動肝啊 或是用一些小玩具啊 就慢慢的讓他卸下他的心房 那有些關起來的貓呢 他可能就是我們會需要 觀察一下他的狀況 那可能就是也是說 他可能會比較緊張 那他一出來籠子 他可能就會亂衝啊 或是 亂跑 對對對 我們其實是不停創關籠的 因為我們需要觀察他們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就是有些貓 會把他們關起來這樣子 因為我剛看時有些人會 你看這邊 看得到嗎 對 看著鏡頭 對 對,那好來看鏡頭 我們這邊 小貓到兩個月 我們就會把他接回來了 確定OK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才會開放送養這樣 像這個就看起來很大 對,他很大一隻 對,那他其實年紀也蠻大了 他大概就是已經 大概十歲左右了 十歲 對 對 對,他是非常的紮實 民眾請我們救援的貓 這個就我們都會 習慣行為分成三份 然後總計的是 九萬一千零兩塊 本來是一塊啊 因為出不進就多了一塊 謝謝 你們會有接受 比如說飼料之類的嗎 應該沒有 有,我們也有接受飼料的捐贈 因為飼料有個風險 因為不一定說你捐飼料 他們會吃 對,沒錯 收飼料的捐贈 其實我們也是有一個標準的 大賣場或是品質比較不穩定的飼料 就是就不會收 因為畢竟照顧這麼多隻貓 我們不能就是拿他們的生命 對,來渡 想幫忙要捐飼料可以寫全部一下 不然你捐了一大包來 結果不能用也是浪費掉 罐頭應該也是嗎 對,我們也有接受罐頭的捐贈 對,對,對 現金就沒有差了 其實我們的捐款最大的用途其實都是在醫療的上面 對,好賺女療 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來這邊看一看 不一定說一定要淋涼還是怎樣 這邊當然是移工的先來看看都可以 好不好看一看你就帶個兩三隻回家了 有,我們也有移工這樣子 就跟貓很投眼 就看一看就帶回去 對啊,對啊 也要感謝你們這麼無私的這樣照顧這些小貓 不會不會 對啊,對啊 那也是我們公益車 也整理好了 維修的項目就是很簡單 基油,基油線變速箱 變速箱濾網 有底殼螺絲 可變氣門的電片 這隻皮帶也換了 皮帶的舵輪 固定了 還有調整的 石櫃皮帶的油風 發電機 為什麼發電機呢 奇怪 這樣總共共多加起來 不到25,000,耶 因為金額可能不好看啦 他才有加一些金額的料金 我一上車他就壞了 大燈 好像應該美容沒有做到 我們到時候請他上面再磨一下 好可能大燈要再處理一下 這個是LED 頭燈 鋁圈看起來很漂亮耶 這個把手是杜落的 後車廂還蠻大的 只是說椅子有一點使用的痕跡啦 我們都有留 就是原本大燈組的我們都留下啦 好外表還是有一些使用痕跡 尤其是後保桿啦 好他這個小刮痕應該是還好 內裝還頗乾淨的啦 地毯漏洞還不錯 回去可以繼續再開了 這台車其實蠻好開的 再來就是說如果真的有選購 可能音響啦 音響部分是會想 久了那個一斤的脫模了 引擎是應該 打開讓開一下 我覺得這個新手來開也不錯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有定位燈 它真的會亮喔 它真的會亮 再說一下它是2.0的 所以穗金整年度是17410 這個大概多5000塊 如果買這種車可能要自己斟酌一下 穗金會比較重一點點 這個有換過齁再說一次 這個之前小叉狀態有換過 主結構是沒有傷到 可是再告知一下 保桿就是不用擔心這個冷氣的問題 弄好了 喜歡的話就可以下標了 金額的部分你們自己量力而為 標太高也不用太低 反正就是剛好就好了啦 對阿我覺得這台車買回去 應該是不用再花太多錢照顧 就時間到就繼續保養這樣 再重申一些老車 好不是說不會壞 好就是要陸續保養 才可以延遲它的生命 就是一直往下走下去這樣 喜歡記得幫我今天分享 看起來能當喔 Yeah Ava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發意金庫 國色天香溫柔 鹹熟 徐海莉 現在要拍一個泰山開車的影片有沒有 看什麼車它開不壞 開不壞 有沒有 現在目前只有出現一台S12 以後這個系列應該會熱烈迴響 是